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先把你早期教職的工作介绍一下 我一开始是在嘉义大学任教 然后教的是3D动画的部分 对那使用的有3DMAS跟玛雅这样子 那后来实场是怎么样变成离职 然后去创业 后来是因为发现台湾的文化 很少被发扬 因为那时候在审这个毕业制作的时候 我就省到一个学生的作品 我一看这个作品是做八家酱的 我就觉得这个太特别了吧 因为其他的游戏 大部分因为我们台湾的娱乐关系 受到日本欧美的影响很大 那我就看到说 哇怎么有小孩子毕业制作做这个 我就叫他来跟他聊了一下 原来他是有公要背景 然后自己本身也有一点特异体质 是看得到的 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吧 太棒了吧 我就马上开始跟他做田野调查 我才知道说哇这个我们身为老师 看到学生比我们眼光更好 更远的时候 我老师要做反省一下 后来我就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因为有一次学生就是在大四的课程上就问我 说老师我们之后毕业要做什么 我就跟他们讲嘛 因为那时候FB 然后跟YT 那时候刚出来 那时候就跟他说你们第一个要念研究所可以念啊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你想要走这个业界 你就去工作 有哪几家这几家都不错 然后第三个就是网路创业 就是你要做这个FB YT都可以 那学生就很质疑啊 老师第一个第二个可以 我们相信你 可是第三个你没有创业过啊 你讲的我们不信啊 我一天哎呀对哦 学界业界创业 哎呀好像差一个就大三元了 好我就干到这学期我就走了 那学生就 老师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他说你们也毕业了啊 没差吧 哎呀好我就真的 时候一到我就离开学校就去创业了 然后就创了这个约翰科技有限公司 也就是目前现在制作打轨的这一家游戏公司 那为什么会用软体开发这个为主要方向 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有做一个市场研究 因为还有做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赚到钱 第一个做音乐 哇很难的 大家都听免费的 画漫画大家也都看免费的 做电影的等级一下太高 那个不知道几亿元才可以做 我还想一想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只剩下游戏 大家还会花钱买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游戏比较让玩家有那一种 沉浸感 因为我是可以把 这一个年轻人丢到那个世界里 你去感受到那世界氛围 场景 1947年那时候228那时候的历史建户是怎么样 讲的是闽南语 船左右是当时明初的服装 那沉浸感就会很强 所以我就选择了游戏这样子 对 那找到游戏这个方向 为什么是228的主题 228的这个主题就是 我那时候在做这个打鬼的时候 去做田野调查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本来只是做神鬼对战而已 就是这个官将手八大将 然后在台湾知名鬼屋 像民凶鬼屋 信林医院 还有台经戏院这个地方去打鬼 就好了 就神鬼大战了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觉得说 哇那我也不能做错 所以我开始去跑宫庙 那个官将手的脸谱是长什么样 八大将是长什么样都要分得很清楚 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的知名鬼屋 我要坐进去 所以我就要去那个鬼屋 然后拿了相机直接拍 直接看景 有没有拍到零一 我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有很可怕的经历 所以我就觉得以后不要一个人去 所以在做嘉义市 嘉义县这边的田调的时候就发现说 有发现228就在这个地方 虽然以前就知道 只是不知道说原来这么近 然后我就去228的那个行刑的那个地方 就是嘉义火车站 一看哇跟现在一模一样 很感动 他没有因为历史还是因为这个人类的这个这个经营 商业考量把他打 因为没有他还在那里 就建筑还在 我就很开心 我就觉得那这个可以好像可以做 然后再去看一下民雄鬼屋 哇真的 古色古香我没有看过这么美的鬼屋啊 啊就是说他的建筑物 表明初那时候的建筑物还有那个树 攀爬在上面设置沿着建筑这样长上去 哇这世界独有的美 我就毅然居然就全部3D建筑放到游戏里面去这样子 对 这就是我这个选择这个嘉义的这个点啊 最好的一个决定 好那找到游戏找到228主题 那怎么又找到一个宫庙的遗孤 这个就是从高雄古山地月店 他们就是不老正统 他们就是有 因为我有一次做天野调查 发现说从这个影片当中 我可以讲一个小秘密 我那时候观将手很快就进入状况 哇那个很威风 很阳刚 三步站什么的 那个我学起来也比较简单 可是当我看到巴拉这样的时候 我很难进入 第一个他舞蹈太难 很阴柔 阴阳顿挫 有时候慢有时候快 哇 我动不了 然后再来就是 我开始要去研究这个巴拉这样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影片 因为我看了很多部 各个每一种糖 每一种这个巴拉酱 还有十加酱的这一种影片 我尝试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去了解 我就看到奇怪 我看到这个影片当中就 这家的巴拉酱怎么动作 特别迟钝 我就觉得很好奇 可是我再仔细一看 他的官帽底下都是白头发 然后旁边围着的都是他们的学长 全部都老人家 他怎么跳一跳有的会倒下 我然后发现说 天哪一查 全部平均七十几岁的老人家在跳 原来是一群老人家在跳巴加酱 不老阵头 然后那个就是 我去了解一下 就是高雄古山地月店 他们就是从小 大概就是五六岁六七岁就跟着公庙一起长大 一起跳 甚至我去现场想要采访他说没有办法采访 第一个他们年纪太大 全部坐在庙口的都中厅 阿公啊 你是跳队一跪啊 你说啥 就在庙口那边大小声 他是庙里面的行政助理跑出来说 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跟他讲我是来田吊的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公庙 对啊全部都老人家 然后里面只有大概几位是四五十岁的爸爸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感动 就说天哪 然后他们有跟我讲他们的难处 就是说他们一辈子就是为了主神这样子跳 他用命在跳 这是有才得癌症未癌的都还在跳 他都说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就说他们这辈子就跟着这个主神 可是面对到外面这个媒体报道负面的 还有其他公庙的 可是他们是很无助的 他们又没有办法对抗这种网路 他们没有发生的空间了 然后后来就跟那个公庙说 我就是有看到影片里面有一个老人家 他是老人家身体矮矮的 皮肤很有黑 可是我看他跳巴也的时候特别好看 他公庙的那个行政一看 他就跟我讲对不起先生 他两年前过世了 我就觉得天哪 我的动作捕捉 那个厂商都已经找好了 我要请老人家家长矮去跳 一个一个都过世了 我就哇那怎么办 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老人家的故事 那个老人家故事那时候就是 小时候就孤儿 然后跟着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宫庙一起长大 他后来就是平常他是听他讲 他是那时候就有个父亲在带着他 可是父亲常常不在家 所以这小孩子就跟着宫庙长大 妈妈不见了 所以直到这个老人家等到我去 填料到他的时候就说 这孩子就是找了这个妈妈 一辈子找不到 可是就这样过世了 可是在投世的时候 就是而且那时候人家 因为看到老人家怎么 快一个月没有来 他就很紧张 庙方就很紧张 就跑去家里 他就在家里过世 然后家里一看 哇 绝燃一生 什么都没有 真的就是一辈子奉献给公庙 这样子 偶尔就出去打打零工 吃点饭这样子而已 公庙为了感念他就 帮他去募款 然后还有把他们家降的 一半的资金 挪出来给他办告别事 帮他善后就对 对帮他善后 然后善后完了之后 到投世那一天 门口来了一个 九十几岁的老阿嬷 一看到就跪下去了 这时候就是他儿子 他找了一辈子 哇 天啊 我那时候怎么有 这么一个 深刻的故事 就藏在这个公庙里面 我不来填料 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真的公庙同意 我就把这故事改变进来 主要是因为 故事感动了我 我才愿意来做 故事模式 原本只是对战 本来没有剧情就对 对本来没有剧情 只是要阵头 对抗每个各大鬼屋的厉鬼 这样打 可是故事来了 他也很多声音跟我讲说 你可不可以先打开台湾的世界观 不要进去 只是打打杀杀 就说好那当然好啊 我需要故事啊 真的故事来了 就更有意义就对了 对我们就花了四年的时间 做了打鬼一跟二 把这个事情公庙 然后跟台湾的历史事件做结合 真的这是改编完了之后 很完美的闭环 台湾的故事完美了 打鬼的故事 然后接着就再来做对战 大家就接受了 回想就很好这样子 那打鬼一成功之后 为什么你会再更新 是你在情节上 还需要做一些延伸还是怎么样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打鬼一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 嘿嘿 真的是连资金都没有 所以我也是写补助案 然后自己先开发个一年 真的可以弄出一点东西 再开始募资 就是从零到有啦 因为我后面没有财团 也没有父爸爸 完全就是白手起家这样子 然后烧干了20年的积蓄之后 开发出来 真的可以 这个作品真的可以做 好那我就 开始成立公司 开始贷款 然后看文化部 还是这个文策院 有没有计划 写写看 哇那时候真的是 九十一三 真的 然后把这个故事完成 第一步起来的时候 一定是你落人嘛 因为资金不够啊 那时候连配音 那时候就是怎么办 我连找录音室配音员的钱都没有 然后我怎么办 我就买那个好一点的录音笔 然后去山上 因为我们那个足齐山上啊 很多他们老人家都是一辈子只会讲台语的 哇原汁原味 我就是要这种 那边的小孩子也是一样全部只会讲台语 又配旁白就对 对我就带着他们 我配一次他们跟你吃这样子 就是这么客难的情况下完成第一步 哦所以第一版就有因为经费的关系有很多美妆不足 对对对 那后来被关注之后才开始有些资金进来 对然后因为有很多像现在的声音导演 郭琳啊他们就是配电音电影的 还有现在的音乐制作人柯志豪老师啊 他们都是金曲金马在拿的 还有血肉口之鸡啊 那他们这些被他们看到了之后 就一起来 哇那个那个军容壮盛 很多人有了第一代 大家都看到我们缺点 可是看到到我们需要帮忙 他们就很乐意来帮忙这样子 就有很多友谊赞助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还是一路 资金上还是很辛苦啦 可是一路精彩啦 对啊才会碰到很多 好我们出去找钱 哎碰到其他很棒的创作人 都是有这种机会 对不然我们如果资金购 后面有财团或什么的 那我们就乖乖的 窝在办公桌上工作就好了 可是我们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啊 我觉得就是一体两面啦 那下一步呢就对战了 对下一步对战就很有趣了 你就可以看到说 故事游戏当中看到的阵头 还有里面的那些厉鬼什么的 玩家可以去操控他们 好那他们使用的招式啊 法器啦法术啦 八将的两仪什么的 我们都融到故事里面 游戏里面去 在对战的时候可以施展出来 嘿玩家就可以体验到说 哇我真的操控官将手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你这个模式就是回头可以跟你当年的那些学生讲说创业是可以成功的 对你看老师办到了 带头做 对我就真的做给你们看啊 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去实践的人 对啊我做出来了 那学生就有信心了嘛 对啊你以后 连台湾的这种非主流的这种游戏 因为外面台湾受到很多日本欧美的影响嘛 怎么做都是在那边当战事魔法球放弃宫什么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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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台湾有更屌的东西 就是正头 因为这个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然后台湾又是很浓缩很集中的一个地方 像我去天调 我碰到问题我只要开一小时的车 车是半小时的时候我就可以到公庙 一路问到宝 然后公庙堂主啊 他们的那些团长一听到 哎呦 做游戏的 好来来来来 一个一个法器拿出来 表演给我看 这个葫芦会吸人哦 然后这个羽扇有没有挡在这个八家前面羽扇 前面的这一个羽毛是可以当那个利刃 一刀一刀这样出去的 因为他们也有玩游戏 所以他们就会给我很多意见 融合他们真正的这种法器是怎么玩 我就把它实现出来是这样 所以创业还是可以做的很有教育意义就对 对对对对 不用说一直模仿国外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到处都是瑰宝啊 对啊 不管是我们的宗教 还有民俗 还有我们的种族也是 好像我们做的这个比较偏向闽南 因为这个是当时闽南的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有客家 还有原住民 原住民也是很棒 很多固执在那里 对啊 我都觉得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 全部都顾到 我就希望说抛砖一律啦 给年轻人看到 说台湾的这个在地文化的东西 你看它还是可以走进国际 可是你学的是3D的这些技术 为什么你会这么关注台湾的文史 还有历史包括政治 对 因为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一开始碰到就是编剧的问题 因为我们吸收太多国外的娱乐 所以我们怎么编剧都是抄来抄去 学来学去 可是当我开始在困在这个编剧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想这到底要怎么才可以写到入魂 然后我第一部作品就是《台湾古全法》 我那时候算是终于发现说 原来一个剧本要这样子写 你要接地气 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 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特色 后来我就照这个方式写下去说 好像真的成功了 因为有那时候日本的采访跟法国的采访 因为这两个国家 我们以前就知道这两个国家 对文化的重视是很deep的 很深入的 很深化的 他们会注意到 我那时候就发现说 我被这两个国家采访了 那真的是成功了 因为他们就有讲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日本就讲说 这个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文化游戏 法国这个采访团队 他们就讲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游戏作品 因为它有文化深度 对这个国家特色才会被看到 我们又刚好有这个能力 对这个土地 其实我们也只是把土地吸收的养分 再创作出来 回馈回来而已 对 所以纯粹就是因为创业才读得那么深 才理解的越深 就越来越认同就对 对非常认同 然后在编剧写的故事当中 我们就是采用 直接采用真人真事改编的 因为光这些故事 我们当下填掉听到就已经受不了 那个讲故事的 那个行政人员 他们也在哭得稀哗 我们也是感动到不行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门槛啊 他已经是感动到我们自己了 那他就过关了 我们就把这个故事改编 进到游戏里面去就成功 那你现在公司什么规模了 我们现在公司规模是六人公司 从三个人到六个人 对对对 现在就是包含我吧 还有五个员工 现在在里面水深火热中 所以还有别的主题在进行吗 还是就是打鬼延伸 我们现在就是在制作打鬼的对战 对战的过程 就是台湾镇头在各大鬼屋打鬼之外 那很幸运的就在这几天 得到一个消息就是 我们打鬼的VR神武交锋 就是VR版本的打鬼 有通过了黑潮文化计划 文化部的 所以我们在今年也必须要把打鬼的VR 歌舞片VR版本做出来 对 所以他游戏就是戴VR眼镜这样 对对对对 就等于变成真正的VR3D版就对 对没有错 好谢谢林轩 好谢谢 谢谢